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最美好的夏日回忆就是在霍华德叔叔家北边的树林里度过的时光。 它有一间古朴的小木屋,四周是原始的自然风光,当地的猎人称之为霍华德的藏身处,每次和我弟弟约翰前去都会有新的冒险等待着我们。 但长大后,你会发现这种热情逐渐消退,你会专注于成年人的冒险,这远没有那么有趣。 霍华德去年六月死于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我还记得约翰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知道我和叔叔一直关系特别好,挂断电话后,回忆如潮水般涌上了我的心头。 在小溪边钓鱼,沿着地界设下陷阱,一边听着西部老歌,一边在敞开的炉子上炸爆米花,印象最深的是霍华德叔叔讲的鬼故事。 那天晚上,我和约翰一起去喝酒,我问他,最喜欢的霍华德叔叔讲的沟吼故事是哪个。 他笑着说,哇,兄弟,我不知道,他跟我们讲过很多疯狂的故事,我又怂恿了他一下,最后他投降说,关于熊的那个。 我坐在那里喝着自己的威士忌,清晰地想起了那个故事。 霍华德叔叔把他故事里的怪物讲得特别鲜活,而约翰想起的这个是最吓人的。 据叔叔说,这个怪物身高两米多,有着巨大的爪子,可以轻易把人撕成碎片,他称其为熊爸爸。 霍华德叔叔保证说,尽管熊爸爸个头很大,但并不是特别危险。 他是这片树林的守护者,守着好的,赶走坏的。 所以,你们在这里很安全,熊爸爸照看着我们呢。 那些擅闯的人并不是被直接杀掉,而是成为了不祥之物的奴隶,负责清洁他们所玷污的树林。 熊爸爸向我们清晰传递了这样的讯息。 尤其是晚上,风呼啸着吹过老旧的小木屋,把所有声音都放大了,有如呻吟和哀嚎。 我清楚地记得,那声音会持续几个小时。 我躲在被窝里,甚至不敢去上厕所,而是直接尿床以求安全。 约翰问我,你觉得谁会得到那个小屋? 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此刻。 我得承认,鉴于我叔叔和婶婶很久以前就离婚了, 我真的不知道小屋会归属于谁。 任由他荒废在那里,感觉很可惜。 我说,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和他第二任前妻丹尼斯通了电话。 我们的婶婶雷娜,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过世了。 丹尼斯说,她也完全不知道叔叔的遗嘱安排, 也不知道遗嘱里是否对这小屋做了安排。 但她保证说会查一下。 那个星期六,我和爸爸前去聆听遗嘱的宣读, 现场有几个我很久没见过的亲戚。 我甚至看到了与霍华德关系疏远的儿子沃克。 他不是在监狱里吗? 沃克走进来时,爸爸低声对我说, 你才是警察,我不是。 我爸爸低声回应, 你知道吗,我想起来了, 当时只是持有非法物品的轻罪, 但警方一直认为他可能和库博的案子有关。 如果你在这里住的时间够长, 就一定知道我爸爸在说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六年前, 有一家人在周界县附近, 周界公路的北段失踪了。 对失踪案件的调查显示, 他们一直在计划全家人一起去森林里钓鱼, 也就是夫妻俩和两个女儿。 这些香农的尸体一年后被找到, 也是唯一一具找到的尸体。 他不知怎么在树林里活了那么长时间, 绝望地想重回人类文明, 但最后跑进了一个制毒实验室, 沃克就是在这个实验室被抓的。 几个月后, 在那里发现了香农的尸体。 我从未读过完整的报告, 但这两件事间隔的时间太短, 我觉得很奇怪。 就在我爸爸发表这番评论后不久, 遗嘱里提到了这间小屋, 沃克得到了它, 这让我觉得既震惊又失落。 宣读完毕后, 我跟着他来到外面, 发现他靠在墙上抽烟, 他歪嘴一笑, 布莱恩, 好久不见。 说着他递给我一支烟, 我已经戒烟了, 沃克, 你爸爸的事真的很疯狂。 啊, 他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我知道他一直嫉妒我和约翰, 相比于他, 霍华德叔叔一直都更像是我和约翰的父亲, 我敢说他对此一直都心怀芥蒂, 他说, 所以你想怎么样, 布莱恩, 我知道你不是来和我闲聊的。 我问道, 你明天会参加葬礼吗? 沃克回答说, 我得对父亲表达尊重。 我知道这个请求或许很奇怪, 但我想, 或许我能处理他遗留的东西。 他的骨灰? 他紧张地笑着问, 我只是在想那间小屋, 他特别喜欢。 我只是说, 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知道沃克不会理解的, 但我没想到他同意把骨灰灌给我, 你可以把他们装起来随便拿到哪里去, 我才不在乎。 他说着把烟头扔在地上, 我和约翰说起我的打算, 周末到小屋去, 约翰提议去那里露营, 作为向霍华德叔叔最后的告别。 在那个六月末炎热的周六早晨, 我们出发了, 我们开了约翰的皮卡, 我还记得当时不得不用湿布和冰块来保持凉爽, 因为他的车没有空调, 抵达的时候我出了很多汗, 所以决定去小溪里游泳。 约翰说, 你得帮我把这些东西拿进去, 尽管我们俩都觉得快要中暑了, 我还是帮他把行李搬了进去, 放在了沙发上。 约翰说, 这里看起来状况良好, 我得承认, 小屋的整洁让我很惊讶, 不知道霍华德多久没来过了, 我意识到他真的很爱这个地方。 我们环顾四周, 看着他挂在墙上的捕猎战利品, 霍华德告诉我, 记者啊孩子,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被创造出来, 都是为人类服务的, 不要伤害上帝的造物, 尊重生命。 我看到了一只我帮助保存的鹅, 伸手去摸他的羽毛, 这么多年过去, 他竟然还是保存的这么好, 森林让一切都变得更为迷人, 就好像我们回到了过去, 一切都是初次体验。 我们沿着西边的小路走着, 听着鸟儿轻柔的歌唱, 看到了霍华德以前设置的一些旧的陷阱。 小路走到尽头后, 我们依照记忆来到小溪边, 溪水和我们小时候一样清澈。 我毫不犹豫地甩掉鞋子, 把脚进入小溪, 约翰脱掉上衣跳进小溪深处, 兴奋地大叫着, 能来这里感觉真好。 我们在小溪边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约翰提议去打猎。 我们回到小屋, 我走到地下室, 地下室比上面更为年久失修。 在房间的后部, 我发现了一个上锁的隐蔽小隔间, 里面放着它所有的枪。 我在旁边的抽屉里寻找钥匙, 一个如同耳鱼的声音慢慢潜入进来, 这让我停止了手头的动作, 接着那声音便响了。 听着,就像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声音, 一阵轻轻地哀嚎。 我拿起钥匙抓过几把枪, 略感不安地离开了地下室。 走向外面的树林时,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约翰。 我们才来了几个小时, 你已经开始幻听了? 兄弟,我等不及静慢地到来了。 他开玩笑说, 我一笑了之, 将其解释为紧张或是我的错觉。 我们沿着另一条小屋后面的小路向山上走去, 我带着叔叔的骨灰, 想到他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在这条小路上。 那里可以富含风景优美的森林, 以及附近的湖泊。 因为山路陡峭, 霍华的叔叔一般不会让小时候的我们到这上面来。 不过, 有一种情形例外, 如果我们不小心射杀了不适合实用的路, 他就会让我们上来。 我以为我们是到山坡上来掩埋他。 霍华的叔叔给我们看了一个其他猎人弃制尸体的坑, 他解释说, 这能让熊开心。 经过一番探索, 我找到了那个坑, 我觉得这是安置霍华的骨灰的绝佳地点。 我用手帕捂住嘴, 打开骨灰罐, 看着风把他们带走。 接着, 我的注意力被这个坑本身吸引了。 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过来那是什么。 我的天, 我喊叫着从坑的边缘后退几步, 约翰随后也到了, 握着山坡下散落的几块骨头和一个人类头骨说不出话来。 我的老天, 约翰说, 他决定爬下去查看那些骨头,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 我担忧地看着他, 应该给爸爸打电话, 我不确定是不是意外, 或是别的更糟糕的情况。 约翰解释说, 我们回到小屋, 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我感觉好像有东西在盯着我们, 但抵达小屋后, 我决心不能让这件事毁掉我们的周末。 我仔细查看了霍华德的冷柜, 在顶上发现了一些可以煮来吃的鹿肉。 约翰在小屋里走来走去, 试图收到手机信号, 但最后放弃了。 我看了看我的手机, 发现有两个信号, 于是把手机递给了约翰, 他走到小屋外面去拨号。 我走到小屋后, 那里有个煤气炉, 我打开煤气加热鹿肉, 听到点火的声音时, 顿了顿, 我很肯定, 在点火声的掩盖下, 先前那哀嚎声又出现了, 还有不断的喷喷声, 让我感觉非常不适。 我一边做饭, 一边试图无视那声音。 约翰回来说, 爸爸明天一早就回来查看那具尸体, 那声音停顿了一下, 但我比先前更肯定, 这个小屋一定是闹鬼了。 那天晚上太阳下山后, 约翰在二楼的衣柜找毯子, 我们一致同意睡在客厅。 约翰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闹鬼, 今晚我们就会有答案了, 不是吗? 直到凌晨一点左右, 我都没睡着, 留意着各种动静。 终于,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听着像是轻轻的脚步声, 然后是说话声, 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但我马上叫醒了约翰, 他打开客厅的灯, 也仔细聆听, 那声音变得更大了, 搞什么鬼? 约翰感觉身下有东西, 但我们俩都看不到地上有东西。 接着, 我也感觉到了, 似乎一种微弱的震动, 我们紧张地挪到二楼, 那声音变小了, 我们不知怎么成功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爸爸来了, 我们把他带去了那个山脊,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另一件事也告诉他? 在山路上费力前行时, 我问约翰, 告诉我什么? 爸爸的听力向来很好, 这大概听起来很疯狂, 但, 等霍华德叔叔的小屋, 里面有鬼。 约翰回答道, 爸爸怀疑地看着我们俩, 但我们坚持如此, 让他回小屋去自己看, 我们都进到小屋里。 我和约翰竭尽所能地解释我们听到的声音, 感觉就像有东西在我们的脚底下移动。 约翰说, 爸爸几乎要翻白眼了, 就在这时, 那声音又出现了, 和之前一样, 轻柔地喷喷声, 他拔出枪, 环顾四周, 咕弄着说, 这是什么恶族剧? 我说, 是真的, 爸爸, 我们在小屋里四处走动, 听那奇怪的声音声, 爸爸朝楼梯走去, 小心翼翼地往地下室走, 在地下室查看时, 那砰砰声便响了, 然后爸爸打手时, 示意我们保持安静, 不要动。 我太害怕了, 一动也不敢动, 然后爸爸走向霍华德叔叔的工具间, 开始推门, 我静静地看着他拉开一扇打木门, 后面是一把金属锁, 那声音就是从后面传来的, 爸爸把枪对准锁, 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 门打开时, 我们都害怕地站在那里, 动也不动, 一个瘦骨灵犬的女人, 倒在了我们面前的地上, 爸爸跑过去帮助他, 迅速查看了他手臂和腿上的瘀青, 他好像被锁链绑起来过, 别带着不动, 报警, 爸爸对我们喊道, 约翰立刻掏出手机, 我则朝门口走了几步, 门后有一条黑屈屈的隧道, 在坚实的土地中蜿蜒情形, 我走上前去, 想看看黑暗中潜藏着什么, 隧道拐了个弯, 我站在了客厅的正下方, 这里是一个宽阔的洞穴, 有很多别的锁链连在地上, 似乎是给动物用的, 这里充满了尿液和粪便的臭味, 我用手捂住嘴, 看到房间另一头, 至少还有两个女人的尸体, 我终于明白了, 约翰跟着我下来, 然后跑出去吐了出来, 我在地牢西侧发现了一个大衣柜, 里面全是照片, 我很难描述 他们被困在这下面时, 霍华的叔叔逼他们做的事情, 爸爸救出的那个女人, 原来是六年前失踪的库博一家中的妹妹, 由于膀胱衰竭, 她没能撑过最后两天, 自我前往那个小屋, 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我试着不去回想, 在那里遇到的恐怖事件, 但最近, 他们充斥着我的脑海, 而约翰, 他更是难以接受, 一认识到我们叔叔的邪恶, 那些我们共度的夏日时光, 听着他小屋里的低声哀嚎咯咯直笑, 这种愧疚, 使得他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我现在回到了小屋里, 只有一个使命, 我把整个一楼都叫了汽油, 然后把炉子点燃到低档, 我坐在屋外的皮卡车里, 看着他燃烧起来, 小屋分崩离析时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是在尖叫, 好像他很痛苦, 但我的痛苦, 才是更大的。 现在, 没有人相信我爸爸遇到了什么, 哪怕那个有名的油管博主, 在同一片树林里, 失踪一个星期了也一样, 不过那时, 我爸爸是第一个被抓走的, 为了庆祝他生殖, 我爸爸和我当时决定去野营, 他对野营这件事经验丰富, 而我还是个新手, 当天的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骑着脏兮兮的摩托车, 在几条小路里穿梭, 朝着山脚前进,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我们决定扎营过夜, 我们搭好了帐篷, 我和爸爸一起收集了一些柴火, 吃晚饭之前, 我们搭起了一个火堆, 然后烤了些棉花糖尺, 太阳完全落山之后, 我看到天空中星星, 感觉很震撼, 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 一般只能看到夜空中少亮的几颗星星, 但在越离喧嚣的地方, 就好像能看到整个星系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这让我有点不安, 更让我紧张的是, 夜间不同种类的昆虫发出的声音, 比在家里的时候响多了, 不过没有狼的嚎叫, 就是偶尔会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树木在微风吹拂之下轻轻摇曳, 甚至有点像是在深移, 我爸爸觉得讲鬼故事会很有意思, 讲到其中一个故事时, 他还表演起其中的场景, 他站在一棵树旁, 但是就在他表演这一幕的时候, 我发现树皮上刻着什么东西, 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站在那儿指着这些符号问道, 他微微皱了皱眉, 因为我对他的鬼故事不太感兴趣, 他有点失望, 他把注意力转向我指着的东西, 然后又皱了皱眉, 我也不清楚, 我以前好像也看到过这东西, 不过我觉得, 应该是孩子们很喜欢刻在树上的那种符号吧, 他微微弯下身子, 改变了一下站字, 好让火光照在树上, 我也做出了一样的动作, 这些符号排列成了一个钻石的形状, 在树皮上刻了几厘米深, 嗯, 看起来刻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用了某种工具, 我爸爸用手指勾勒着图形内侧说, 这非常, 爸爸猛地抽回, 损了损指尖, 他笑了一下, 好吧, 我本来想说非常平滑的, 不过我被划伤了, 所以我这个说法不太正确了, 就在我爸爸说这句话的时候, 昆虫停止了鸣叫, 猫头鹰停止了嚎叫, 吹过树间的微风, 变成了一股强风, 这阵风吹迷了我们两个人的眼睛, 我们试着用手背揉干净, 我们走回火堆旁坐了下来, 不过爸爸没有停止揉眼睛, 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没有说话, 但是爸爸停止揉眼看向我的时候, 我倒吸一口凉气, 吓得差点跑开, 我, 我看不见了, 他说, 然后又眨了几次眼睛, 你的眼睛, 我指着他说, 我原本以为他的眼睛会因为风沙禁眼, 变得有点红, 但现在他两只眼睛都变成了黑色,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不见了, 但是他一动眼睛试图看清东西的时候, 我能看出来他的眼睛还在, 只是完全失去了色彩, 爸爸, 我觉得我们得去医院, 你的眼睛完全变成了黑色, 就好像被灭灰覆盖了一样, 可能那阵风, 把什么东西吹进了我的眼睛,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好的, 没事, 我会帮你的, 我一边说, 一边站起来朝他走去, 我抓着他的胳膊扶他站起来, 我的脑子里冒出了各种帮助爸爸的想法, 我们是骑了两辆摩托车到这个露营地来的, 现在他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可能骑车了, 不过我可以引导着他把车推出去, 但这要花很长时间, 爸爸, 要不我们把车推出去, 我可以帮你, 这样你就不会撞到什么东西, 然后, 但话还没说完, 我瞥了一眼那棵画着符号的树, 吓呆了, 树皮上那个符号上方大约两厘米的地方, 有一双眼镜盯着我们, 只有两个眼球嵌在树皮里, 就好像是有人挖了两个洞, 然后把它们放了进去, 什么, 怎么了, 我爸爸说着, 弯腰揉了揉腿, 你为什么不动了, 我画了一分钟左右, 才组织好语言, 我拉着它后退几步, 那视线也跟着我们移动, 树上有眼睛, 我低声说道, 就好像那双眼睛能听到我的声音, 并且发怒似的, 什么, 是土豆眼吗, 就是土豆发芽时那种白色的小东西, 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爸爸就抽搐着倒在了地上, 他开始更加用力地抓自己的腿, 我翻起他的裤腿, 他的腿也变成漆黑一片, 就跟他的眼睛一样, 就连平时棕色的腿毛也是, 我又看了看那棵树, 让我感到惊恐的事, 我看到, 现在树干的底部, 有了一条腿, 我又看了看那双眼睛, 虽然因为光线很暗, 再加上距离比较远, 我没法确定, 但我发誓, 那就是我爸爸的眼睛, 但并不像我爸爸充满慈爱和同情心的目光, 这双眼睛毫无感情, 就像个可怕的木娃娃一样盯着我, 我爸爸开始抓他的另一条腿, 我站起来后退了几步, 后来, 我对这个动作感到愧疚, 但是当时, 我想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会不会传染, 所以我的想法转向了保护自己, 他开始抓挠自己的身体和胳膊, 几秒钟后, 这些身体部位也出现在了那棵树上,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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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抓他的脸和头皮的时候, 我大声喊叫着, 然后, 他就不动了, 变成火堆旁边一个漆黑一片没有动作的身形, 我看了看那棵树, 心脏跳得飞快, 树干上, 欠着我爸爸的形象, 表情扭曲成病态的笑容, 我摇晃了几次我爸爸的东西, 期间, 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棵树, 确定他没有回应后, 我抓过两辆车的钥匙, 然后跳上了我的那辆车, 我没有管我们的野营装备, 也没时间去扑灭火堆, 我转动钥匙点了火, 发动车子后,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 树的动静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惊恐地看着, 嵌在里面的身形, 努力想从树皮上脱离出来, 大部分都出来了, 只有背部有几根小树枝和树皮连在一起, 过了一小会儿, 他最终挣脱了, 他眼睛眨也不眨, 瞪着我, 幸灾乐祸地笑着, 他向前迈出了一步, 我扭了扭油门, 飞速离开了, 我每隔一秒钟瞄他一眼, 不过我很庆幸, 我把两把钥匙都拿走了, 这样, 他至少没法骑车追我, 我有好几次都差点撞到他, 但最终成功回到了主路上, 然后几个小时后回到了家里, 当时是大半夜, 我用力敲门, 直到妈妈开了门, 他把我带进屋里, 让我冷静下来, 叫我试着理清刚刚看到的一切, 我试着解释发生了什么, 但这过于离奇, 他不相信, 他一直摇着头说我是受到了惊吓, 问我为什么把爸爸一个人留在露营地,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引起了我们两人的注意, 我妈妈开了门, 站在门口的是森林里的那个怪物, 他偷了我爸爸的身份, 他一个字也没说, 但我妈妈扑上去拥抱他, 就好像他好多年没见过自己的丈夫一样, 他把事件定在我身上, 我的心脏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我试图说服妈妈, 爸爸已经死了, 那天晚上到我们家里来的, 是不知有何目的的怪物, 但他不肯相信, 第二天早上, 我还带了警察去露营地, 但是爸爸的尸体不见了, 那些符号仍旧刻在树上, 不过, 现在上方多了一个, 当时妈妈不肯相信我, 我除了搬出去之外, 别无选择, 后来, 还有几个人也失踪了, 我知道, 他们是被同一个东西抓走的, 有一天, 我会找到打败他们的方法, 在这一天来临之前, 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让大家提高警惕, 我们来看看, 那本很新闻, 感谢观看